三角洲今天凌晨发生枪击案 一名男子中枪身亡 警方呼吁公众提供线索 何明俊报导 事发于今天凌晨2点钟左右 三角洲警方接报指92Avenue 靠近118家的一间住宅发生枪击事件 警员到场后发现一名新受枪击的男子 而他经抢救后最终双重不治 警方表示受害者和发生枪击事件的住所 均为警方熟悉 因此认为案件属于有目标 由于当局仍然通知死者家属 因此暂时未能提供有关受害者的身份 三角洲警方重案组已经接手案件调查 并且呼吁任何有案件线索 或者有事发地点一带的行车记录而影像的人士 尽快与他们联络 新时代电视 赫铭尊报导